其實有些人對於這三年多的疫情 多了獨處的時間 就像素卿這樣 聽說有人開心 他應該是講 他以前是公關 所以他每天要面對很多很多的人 他必須要去交際應酬 每天都要想很多的主題 很多的話題去跟這些人聊 當COVID-19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被迫在家工作 那所有的活動也都是取消 那他也沒辦法出去 跟大家聊天幹嘛 他忽然想說 我忽然這個時間 自己一個人獨處 好像是不錯 他忽然開始愛上這樣子的生活 覺得我做公關 那其實我前召領 反正只是沒辦法辦活動 但我前召領 可是我enjoy 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工作 我一樣把這個新聞稿寫好 我一樣把這個活動的內容寫好 但是我不用去跟你面對面的溝通 不用去 哎呀好久不見 怎麼樣怎麼樣 歡迎你來 都不需要 他就開始發現說這三年 他慢慢的已經習慣這樣子的生活 然後現在因為疫情已經復甦了 又開始 他忽然不知道怎麼跟面對人的 他不知道怎麼開口 因為他一下子 他湘湘回不來 他就覺得好像是 還是原本那個時候的他 他會比較習慣 不會 你就說 哇 你還活著喔 公關應該不會 收拾這種頭髮啦 這樣打招呼不好嗎 不行啦 希望不然要講什麼 公關危機 吃飽不會這樣 太平常了 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我那個朋友 他有一點點搞不清楚 因為他後來我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他在這三年當中 他變得很獨立 但其實獨立跟孤獨 他其實還是有不一樣的 可是他看似是很像的一個模式 然後他覺得他變得很獨立 他可以一個人作業完所有的 他不需要靠這些人去交集應酬 那這個這樣子三年半 對你的業績有衝擊嗎 我的業績衝擊 其實肯定是大 因為我是活動主持人 既然是活動主持人 大部分我們就是會做線下 那我也比較擅長的是 就是跟觀眾互動這一塊 那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沒有了觀眾 我等於就失去了這個舞臺 那你說我在經營社群媒體上面 其實我也不是太 說實話 自己也沒有很用心 因為我比較常面對的 就是婆婆媽媽直接面對面 因為我喜歡哈拉 連銷的 說一些有的不的 那我們的工作 就是讓大家開心 所以線下活動 對我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COVID-19一沒有之後 我所有所有的活動 也等於就告吹 那告吹之後 比如說像我現在 以前我們最常做的 就是有點像是臺灣的一日店長 就是跟明星一起 這種做活動這樣 那因為COVID-19之後 這些活動都不做了 不做之後 現在好不容易覺得 復甦了 應該這個活動要回來了 可是廠商卻覺得 其實我這三年不做 我的業績沒有影響 大家還是照買 不做活動 對 那我為什麼要做活動呢 我其實不做 我又透過網路的行銷 透過網路的直播 其實我東西賣得比做線下活動 還要好很多 對 那我們收到了這個訊息之後 就發現哇 接下來又又尷尬了 所以我們又開始去調整 我們的步驟 因為我們本來是活動主持人 是 現在我可能要改一個新的稱號 叫直播主 就是我必須去轉換我的身份 讓我擁有不一樣的一個舞臺 要不然我如果還是做活動的話 我覺得現在活動真的越來越少 那你就跟娃娃娃簽約 來三場打七折 可以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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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都可以 非常願意 真的嗎 我只是提議 那我剛才開心了一下 OK 那這個Kiddy是這三年 你的工作有影響嗎 影響非常大 因為其實現在變成 我覺得說工作我們就像TEC說的 真的都減少了 然後可是你不知道最近的物資 開始慢慢的一直在調漲 物價漲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的荷包都縮減了 那好 可能就像我有做副業 有做團購 可是大家就因為荷包縮減 大家就變不買東西 你就變成說你也就是不買了 你就沒有客群 你就變成說好 那我們就可能只能就是吃老本 不然就像我就是用我女兒的爸爸 他會給小孩子一點生活費 可是你會看到外幣在跌 你會想說我是靠外幣生活的 現在在跌 你就每天看那個匯率 你會開始緊張 然後而且我發現很好玩的是 他會給你港幣 對 給港幣 對 那我們就會開始 港幣現在是三點多 對 之前高的時候到四點多的時候 那其實是會有一點點差的 然後好我們現在小孩子 像之前疫情的時候線上上課 只貴 一天 我那時候買 就是我還是硬著頭皮幫我女兒報 那個課程 不然他每次說一天一千 一千還算是便宜的 我想說就只是線上對一個電腦 怎麼可以一天到一千 那你就想說小孩子現在在成長發育 線上上課一小時要一千 對 還算便宜的 不然就躲在下面用偷聽的有沒有 只抱一個就好 然後我想說現在 大家怎麼到底荷包 怎麼樣伸出這些錢來 那你就會變得好擔心 好緊張 是 那你的曝光的機會 減少 減少 因為就等於是其實節目也收 節目還不是要照做嗎 沒有 也是有些停掉 就變成現在藝人 就大家就變搶通稿 對 所以就收入就減少 那物價漲的漲 那個讓你感受很強 很強烈嗎 有什麼東西 我很強 比如說像很多什麼都貴 現在你看油錢也漲 車錢也漲 然後食物什麼都漲 你看最近的就雞蛋也是 對 就是然後反正覺得好誇張 可是小孩子 因為你現在他在成長階段 他什麼都要吃 你課他也是 因為現在學習力最好 所以你要給他上 也不可能說不行 因為小孩子你就是要吃 你怎麼可以說 很貴要吃 減肥 還不可以 你不會把你香港的那個拿刀 那個不行 你知道我跟他講說 現在什麼臺灣物價怎麼樣之類 我也沒辦法工作 因為我要照顧小孩子 他就說你都這把年紀了 你可以工作 你可以賺錢 你靠自己 我想說這麼沒有人性的話 怎麼可以說出來 那是他女兒呢 沒有用到現在三年多也都沒有看到 都不看 不問不問 他現在一國的時候給你多少 不能說 因為他之前有請律師警告 我不能說 因為給很少 怕我講了不好說 現在不好說 對 講了他就不給了 對啊 既然很少就講吧 不要啦 你要得罪 不過老實講 這三年半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能夠趕快回復到正常的 以前然後疫情之前的生活 蘇欣這不知道再多久 我記得之前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彭博社有一篇報導 他們在估計說 整個要恢復到正常 大約是要七年 但是我認為 事實上有些東西回得去 有些東西是回不去的 比如說剛剛Tech講 就是有一些生活型態 已經被COVID改變了 而他未來不會回來 比如說剛才講的第一個 就是線下活動變少了 然後線上活動增多 我必須說像之前 我們偶爾會去弄購物臺 對不對 像購物臺 整個的銷售業績 其實是落差非常大 現在是整個大幅 幾乎都被這些直播主給拉走很多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東西 就是我朋友他們開餐飲業 直播主搶走了 這個一些購物的 電視購物臺的業績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 他們會直播帶貨 然後有些還購 有些這些東西 他們動輒 你想說奇妙的 一個 一個也不一定之前很知名 他就在賣海鮮 突然間每個人賣海鮮 隨便你一個月可以賣個千萬百萬 他不必有名 有些發現這種不用實體便麵 然後價格又便宜 於是他就慢慢的這些貨 就往這邊走 第二件事情最明顯就是像餐飲業 這個影響很大 因為之前我們朋友就做了一個採訪 他在問M字頭的一個人事相關的人員 就說他們現在招募員工非常的辛苦 尤其有一些像是公讀或part time的人 他說對 幾乎已經是只要能順利講話 會移動的應該都可以了 就是他說以前是絕對找不到聰明的員工 現在是你已經是找不到員工 而不是你不能挑了 那原因是什麼 我突然間想說 這樣對現在的員工很汙辱呢 沒有 現在還留著嘛 現在還留著嘛 然後必須說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當你發現有一個行業興起 就是外送 不論是Panda 不論是熊貓 還是吳伯義 還是什麼 就是這個突然間出現了十幾萬的人力 在做這個 於是一比較之下 我幹嘛去做這個 我這個認真跑有十幾萬 所以很多的餐飲業 其實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的情況下 如果你最近去內湖某些店開 就是說因為人力因素 所以我們現在只開到幾點 這個越來越多 我上次去新一路的某一家餐廳 是因為人力因素 現在只有外帶 然後你去看 包括麥當當 包括肯德基 包括什麼 很多他們現在越來越多 叫做純的外送店 純的外送外賣 他們就沒有這個設置 他們餐廳內的座位 他們開始就開這種外送外帶型的店面 因為對他們而言設置店內座位 需要更多的老公 然後花費的貧效更差 我還不如外送外帶 而且同時引進了大量的 這些自動點餐機 有一些人說 我記得我有些朋友很好笑 他們說疫情之後 越來越多這種叫你掃QR Code點餐 他說餐飲業這樣一點都不溫暖 我就是喜歡聽這些服務委員說菜 就鄭先生今天想吃什麼 我們今天黃金魚不錯 黃金魚他怎樣怎樣 今天要不要來到什麼什麼時候 他們覺得說菜的過程 是一種服務 他覺得說菜的過程是一個點餐 裡面很享受的過程 他覺得現在都沒有QR Code 不得已 找不到人 所以未來大家真的 我必須說這一定是一個改變 你越來越多 常常對著QR Code點餐 對著點餐機點餐 在門外先點好拿個燈燈進去點餐 就是這個改變 老實說這是趨勢 他不大會回來 所以有些東西是一旦改變回不來 但有些東西會回來 包括旅遊的熱度 最近你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去到那種百貨公司 去到旅遊景點 我都覺得我的那種群集恐慌 我要發作 人也太多了 都覺得吸不到空氣了 所以這些我也會來 我去餐廳碰到那個服務生 然後我那同樣的服務生 我說你最近好像臉書比較壞 他說對 我已經快撐不下去 老闆欠我很多假 我都沒有修 然後現在因為人手不夠 他還要再加班 難怪人家臉書不好 我就叫老闆說 你不要人家做得很難 你們就要招人 他說你拜託你幫我倒酒 我說你的條件 他說只要能呼吸就好 真的 太誇張了 真的 先休息 先休息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